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28分 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 东京103.4度发生李氏7.8级地震 2008年的我们还在上初中 512地震对于我们而言是遥远但却无比深刻的回忆 从成都出发向北走会路过绵阳 隶属于绵阳市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市地震重灾区 地震后严重损毁的北川县中心被完整的保存下来 成为了全世界唯一整体原址原貌保护的规模最大 破坏类型最全面 次生灾害最典型的地震灾难一致 在四川成都到山东微海这5000里返乡路中 我们路过了这座被时间凝固的城市 你走进这个遗址你会有一种时间凝固时间停止的错觉 很多的细节都没有动过 你看到这个细节就能回想到2008年的很多事儿 北川是一座典型的山区小城 城市结构十分简单 他沿狭窄的山谷纵向建设一条主干道贯穿其中 从县城一端走到另一端 步行不超过15分钟 无论是县职能部门 小商家 酒店还是学校 都紧紧的挨在一起 行走在其中 不难想象他们曾经的真实生活 但想象越是真实 现实也越是残酷 这里是北川遗址当中的曲山小学遗址 这座小学原来有1092名学生 在地震来临的时候 有407名学生遇难 现在这个牌子只剩下了走向世界 但实际上在地震之前 这座小学的牌子本来应该是以大雨为楷模 从这里走向世界 这儿原来是大雨不离 这边还集中展示了一些震损的交通工具 很多车我都不是特别认识 因为可能款式太老了 每辆车的受损程度也都不太一样 所以能够看出来 当时其实地震的破坏性还是很强 遗址中还有许多车辆就地废弃 它们几乎是被嵌在了废墟之中 15年的时间过去了 驾乘座位上覆盖着厚厚的青苔 在这个县城的上游路口 有一个北川大酒店 在县城里应该算是豪华的一个酒店 这个酒店当时有7层楼 它应该是北川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在地震来临之后 这个地方因为它的整体结构比较坚固 所以当时有数千人在这里临时避难 这是这座酒店镇前的样子 不少当地人会选择在这儿摆喜宴寿宴 这里承载着许多人的美好回忆 北川大酒店面对着一条河 它是长江上游重要支流 驼江的支流 叫尖江 512地震来临时 山体崩塌 巨石滚落 硕大的岩块堵住了河道 淤色出了一片湖 后来我才知道 这就是当年在电视里无数次提及的 唐家山艳色湖 汶川地震中最凶险的艳色湖 唐家山艳色湖 以每天上涨两米的速度迅速膨胀 储水量达到了惊人的3.2亿立方米 专家测算 一亿立方米的洪水 就能够摧毁一座人口50到100万的城市 唐家山艳色湖成为了悬在绵阳城头顶的利剑 强险救灾的队伍一刻不敢怠慢 在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下 艳色湖于2008年6月10日成功泄洪 北川县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它的板块交界处横段山区 所以它的地质活动比较频繁 也一直有地震的隐患和风险 那么除了它的地理位置特殊之外 它的地形也非常复杂 其实很多横段山区的县城还有镇都有这样的隐患 它们都建立在群山当中的古地 所以会遭受到洪涝灾害的威胁 比如在我身后 也是在这个遗址当中的一个 应该是固定用的钢架子 在这个钢架子的上面标了两个水位线 分别是2013年79洪灾的水位线 和2020年815洪灾的水位线 尤其是这个815洪灾的水位线 我目测能到三米吧 遗址的时间定格在5月12日14时28分4秒 但幸存者们的生活不能定格 还将继续 人们在距离老县城向南32公里处 重新建起了一座城 很多人叫它新北川 新北川有了新学校 我们路过的时候 孩子们正在开运动会 新北川有了新宾馆 名字就叫新北川宾馆 曾经的废墟上开出了新的花 那是生活新的篇章 我们都是劫后重生的见证者 他给我们的启示很简单 也很朴素 珍惜一切 就算没有拥有 五千里的旅程刚刚开始 一起跟随我们的脚步 丈量山河 我们的迪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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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迪导